上次大更新巨龙的实力你们应该了解了 那么就有问题了 这么多其他动物 有没有同等价格的能把它拿下呢 这还真不好说 那今天啊 咱们就来一场动物大乱斗 用眼前追兵种去挑战巨龙 废话不多说 直接开始 首先上场的地狱三足犬 同等价格的话大概能上四个 来直接开始挑战 现在还不是三足犬状态啊 等这人被干掉就变身了 哇 变得这么快 已经有两三个变身了 这个龙系的伤害是不是给力啊 这边这个三足犬是已经没了嘛 还活着 眼睛还睁着 拿着这咋不动他了你啊 哟 这还有一个小人没有变身的 再用触手去戳巨龙 这还有一个三足犬在地上卡着 全家特色啊 理解一下理解一下 巨龙现在已经进入狂暴状态了 在宫中释放龙系 扑来扑去 诶 这是干啥呢 咋朝着地面喷呢 倒立喷我可爱行啊 这个三足犬应该刚变身 好家伙 倒立人能屁股踩踏 三头犬还是不太行 只会碰我球 没有什么撕咬技能 最终那么不出意外啊 巨龙获胜 最后一只三足犬被巨龙压死 赢得太轻松了 来上第二个 最有机会打赢的 飞马 这东西血量低 但是扔出来的小炸弹 上也贼狗 OK 全体胜空 然后每个飞马身上 都扔出来好多这种小炸弹 小炸弹飞到巨龙身上 一阵轰炸 这还都有带跟踪效果的 但无需发 诶 等会儿 怎么有好几个飞马突然没了呢 这不像是被烧死的呀 没关系啊 这边还有好多炸弹刚丢出来 我去 咱还不爆炸 红防获胜 这就赢了 哇 这个小炸弹的商量还是高呀 就一波半的炸弹 巨龙就顶不住了 那恭喜第一个 干脆巨龙的动物诞生啊 飞马 来接着上狼群 你们猜猜这个狼群 能不能打过巨龙啊 依旧还是同等价位 我觉得很选 毕竟狼咱们也试过 商量一般 但是后面的六多者是很可以的 哎呀 你们看着 一个踩踏 基本所有的狼都没了 就像一个孩子来留的 哎 也没了 这是自杀了吗 没见机能斗手的哦 现在的话就像掠夺者了 我觉得也不好说 况且现在巨龙已经飞到天上了 掠夺者轻易不好打中的 哎 那会儿 又是红帽过程 哇 今天的剧本不太对啊 理论上讲应该都是巨龙赢的 掠夺者找一机会 在身体下一顿乱砍 直接结束 下一个 熊骑兵 来继续猜 熊骑兵怎么能干掉巨龙 我就不猜了 我不说话了 你们来 熊身上已经全部着火了 我这初步判断熊骑兵不行 OK 今天一个踩踏 已经有三个 五个熊骑兵顶不住了 又一个踩踏 就像最后一两个 你们有猜对的 这个波巨龙应该是稳了 在空中这个状态 熊骑兵也是不好打中 找手时机又一个踩踏 战熊没了 就像小人 看这个样子 小人恐怕也顶不住了 OK 红防 哎 巨龙没了 红防火胜 哇 这太离谱了 被最后给小人反杀 行吧行吧 真不敢乱猜了 巨龙实力确实不太好说 来让正然八角的动物上场 这个孔猪 通等价格的话能上19个 但是数量多也没啥用啊 我估计不太行啊 你们看 全部着火 前几个被反杀 都因为有人的存在 如果只是动物 那肯定就不是巨龙的对手了 这都已经快结束了 OK 这样结束 全部变成烤蚤猪 再上剑齿虎 上次试过一次啊 没打过 再给剑齿虎一次机会 剑齿虎这个技能 一个叫潜行 战斗开始以后 前几秒不会被发现 那巨龙也是啊 无动于衷 OK 现在有反应了 开始踩踏 但是因为体型差距太大 一个踩踏基本建筑 全没搞定 因为剩下这么几个在兜圈 巨龙又是喷火又是乱踩 OK 这样结束 巨龙获胜 吃着踩这些动物 还是简简单单的 再来上个更猛的 这个有悬念 你们可以继续踩一踩 老牛的这个冲撞 看起来杀人力还是很大的 咱们再给它们放远点 给它一个加速距离 全部发狂式的往前冲 瞬间就把巨龙顶起来了 这个冲击确实很大 但是这个冲撞 好像给了巨龙踩踩了机会 踩死不少了已经 已经没活的了吗 战斗结束 蓝宝过剩 这不相信你们都猜对了 能看出来 如果单独在所有动物里面 那巨龙确实是BOSS 但是如果有人力病种参与 那就是悬念了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啊 喜欢的一定要记得点赞和关注 我小鑫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